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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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跟电力有关的个股今天全面大涨 但电力股这些大多数都已经涨很高了 你看华晨 华晨去年赚9块钱现在已经900多了 本一比100倍了 中兴电工古年一贪三块多 现在200多本一比也70几倍了 市电去年赚了4块钱 现在股价300多了 本一比也80几倍了 东元去年只赚2块多而已 本一比也30几倍 那大雅 河基 鸿泰 这股价探价格而已 股价也都涨蛮高的 在电力系统里面 业绩最好的还是硕天 去年赚了16块钱 今天也是大涨 股价相对还是比较低 所以你比较看看 在类股里面 找涨幅没有那么大的 相对业绩比较好的操作 不要蒙着眼睛一直在追高 那就很危险 在520前全力冲刺 你找不到标的就找零和宴 你越不敢做 那你只能看着行情一直在动 眼看着行情一直在跑 那就很可惜了 今天电力系统大放送以外 今天无城市也大涨 汉唐 樊宣 雅翔 你看雅翔这一波 一个月时间已经飙一倍了 最近彭义 盛辉 两基工程也开始转强了 所以每天都有强势股 一直轮动一直在接棒 这个情况在520之前 一定会一直维持下去 去管我们不要去堆 我们找底部的股票一档一档来做 在520前放心的操作 不然就找零和宴 跟着零和宴好好的配合 昨天美国股市发布了 三月的PPI 礼拜三是CPI 年增3.6% 昨天是发布PPI 生产者的物价指数 年增2.1% 二月份是年增1.6% 也是有微微的增加 可是还在美国政府 控制设定的范围内 所以昨天美股到穷先跌 回升小跌2点 分成报告体昨天大涨2.43% 昨天银行股相对还是比较弱 因为只要是跟利率有关系的 银行股一定是影响最直接 那最近美国AI股 已经跌了一大波之后 昨天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回升 昨天安谋涨了4.7% AMD涨2% 美超为3.6% 高通博通涨了4% 大家比较关心的 Unvideo也涨了4% 美光昨天也涨了4.3% 我给大家看过 最近美国的AI的股票 AMD跌了28% 美超为跌了23% 回答跌了17% 那我昨天提醒你们 会不会变成一个头部 要小心注意 那果然昨天全部拉回头 昨天回答涨了4% 所以让整个AI的股票 能够稳定下来发展 很重要 昨天苹果也涨了4% 再次苹果也跌很深 跌了4个月 跌了4个月之后 昨天苹果的股价 也出现了跌深的反弹 昨天苹果股价 大涨了4% 苹果昨天也大涨4% 所以美国股市 其实也一直在轮动 那昨天美国股市 还有另外一组表现也不错 昨天航空股 又来了 达美航空昨天涨了3% 我给大家看过 最近AI在修正的时候 美国航空股接棒演出 达美航空从30.6美元 涨到49美元 涨幅又60% 那反而台湾的航空股 都一直还没有很好的表现 这个礼拜 礼拜二 常常航空涨3% 昨天又涨3% 我给大家看过 常常航空最大套牢区 还没有过关 这个情况 跟当时台积电一样 台积电590到610的套牢区 没过关 当时台积电还没过关的时候 台积电也是股价压在套牢区之下 等到套牢区一过关之后 台积电套牢区没过关的时候 也是压在套牢区之下 套牢区一过关 马上全力的喷出 这种情况跟 常常航空目前是一样的情况 常常航空 套牢区在33跟34块钱 在33、34没过关之前 压在套牢区之下 可是你要达美航空 已经涨了60%了 先人在直路 所以到时候 常常航空如果34块钱 套牢区一过关 会不会像台积电一样 整个行情喷出去 要注意哦 要注意哦 你看昨天外资 卖超51亿 买超 张数第一名 长龙行大买7万张 三大法人一天买了8万张 所以很显然的 法人的资金也开始在进驻 航空股了 尤其在长龙航空的部分 因为价格真的太低了啦 你看大盘涨到2万多点 本益比100倍的 80倍的 70倍的 一大堆 长龙航空 获利创历史新高 今年还会更好 本益比才7倍而已 是不是太厉害了 你要划成本益比都100倍了 是不是 四电本益比也80几倍了 长龙航空 本益比才7倍而已 所以价格过低 目前是压在套牢区之下 下个礼拜 会不会突破 外资已经开始进驻资金了 一天买7万张的外资 三大法人一天买8万张 今天长龙航有跌不多 跌是好事啊 跌是好事 要求紧哦 要减便宜赶快哦 不然等到行情 到时候如果一过关之后 三十四块 或价格要去堆 就准备了 所以压回都是好事 让你有减便宜货的机会 下个礼拜的航空股 要小心注意 内股之间一直在轮动 520前多头生生不息 内股会一直换手 一直换手 一直换手 涨高的就不要再去追了 相对风险比较大 如果涨高的股票你要做 尽量以短线为主 底部的股票 就可以做一个比较破断的投资 但是 坚持只买底部的股票 不要去队贯 指数在2万点这里 有时候个股风险波动会比较大 所以你要避重就轻 从底部的股票下去做 至少安全嘛 对不对 你也可以设定一部分资金 跟我单股周周发操作 你看最近很多股票 都很跌跌 两三天就结束 两三天就结束 你硬要每只股票都打波段 很容易抱上去就抱下来 所以有些强势股 不适合做波段的 短线三五天跟他玩没关系 单股周周发就是这样的精神 你看中壘 我们趁下跌的时候买140 买完之后两天150卖出 这样礼拜二买 礼拜四卖10块钱 10块钱一张一万 10张就10万啊 买个10张140万你们都有啊 140万三天赚10万块钱 也很多啊 对不对 对 中壘150卖出 你如果不卖的话 中壘今天剩多少 剩132啊 你舍不得卖 今天134 最低133 我们150卖的 是不是很漂亮 那你舍不得卖 又变更低啦 对不对 上个礼拜 礼拜 礼拜一买尾创123 礼拜三放假前129卖出 当天最高133 我们也没有卖最高啊 那13 123买 129卖 3天 6块钱 6块钱 1张6000 10张就6万了 买个10张 123万你们都有 123万 3天赚6万 很棒啦 是不是 这个就是单股周周发 带你进我会带你出 好 个股带你进我都会带你出 你可以设定一部分资金 跟我短线三五天的操作 但主要的获利来源 还是在破断的部分 破断的部分 坚持只买底部的基优股 不要去队管 最高利润就被压缩了 而且相对风险就来的比较大 领的厌钻找底部的股票给你做 你看金城科69买 72买 金城科 四个月大底完成 目前在颈线之上做震荡 虽然还没有喷出 这随时都会冲出去 随时都会冲出去 目前在颈线之上整理 随时都会冲出去 智新260买的 我买了之后也给大家看过了 类比IC最赚钱的公司 打了五个月的大底 这段期间 加权指数涨了4000点 它反而完全没有涨 你看到讲完之后 讲完之后还拉回来给我们买 讲完之后拉回来给我们买 买完之后一个多礼拜冲出去 六个月大底完成 230买 涨到293 今天到296 那一个多礼拜时间而已 260买到293 一张33 10张是不是33万呢 买个10张260万你们都有啊 260万一个多礼拜时间赚33万 很好的啊 这还只是开始而已哦 这还只是开始而已哦 开始突破大的底部 刚要开始加温而已 所以你有跟人一起买进的 260 270有跟人一起买进的 破掉 这才刚要开始而已 我专门找这种赚大钱底部的股票 让会员一档一档慢慢投资 安全安心 30% 50%累积获利 你看台大店也是啊 每个股票都同样 每天你看我节目你就知道啊 我从来不追高的 追高没什么本事嘛 对不对 只是追而已嘛 我专门找赚大钱 价格还在底部的时候 带会员进场做投资 台大店 380跌到270 我们270280一直建议大家买进 买完之后是不是又大涨一波上来了 很多人又跟着做我都知道 我也不怕你跟 让你感觉体验我们的操作方式 那涨高你要会卖 起管都会想买 350卖出 卖完之后还有365 我也没有卖最高啊 那你如果舍不得卖的结果 今天剩下370 是不是很可惜 行情都是一波一波一波的 你可以一段一段一段的操作 底部买进 涨了一大波卖掉 钱收回来 我们先做百级钩票 等它整理差不多之后 我们再回流 从底部再买进 这样一套资金 就可以轮流 操作很多的类股 操作很多的个股 利润的延伸也会来的比较快 否则你这样抱上去 又抱下来 多可惜啊 钱套在里面 也没有套 但还是赚钱啊 你底部买还是赚钱啊 只是可惜嘛 对不对 高涨350卖掉 收回来 做百级 等它整理差不多之后 资金再回流 一笔资金 可以分好多段行情来操作 所以该卖的时候 一定要舍得卖股票才行 你不会卖 来找林的宴 我带你做 我会带你卖 对你看电力系统 最赚钱的 硕天 是不是也是底部买进 217买 216买 225买 对 224 216买 涨上来 250卖一次 涨上来卖一次 216买 250卖 1张3万4 10张是不是就34万呢 又是一个多礼拜时间 那拉回来 250卖 拉回来225再买回来 今天溯天又冲出去了 今天溯天又冲出去了 想要冲出去啊 向中股票 拉回一样都是买 最赚钱的电力系统 赚16块钱 股价260 股价250 对 北云比才十几倍而已 你看花城北云比都100倍了 市电北云比都80几倍了 中心电工北云比都70几倍了 反而最赚钱的 相对都还在底部 北云比才十几倍而已 所以林云专门找这种最好的公司 当他还在底部酝酿的时候 就跟大家推荐 让会员开始卡位 等到主力法人一进来 行情开始发动 我们买在底部 我们最安全 我们赚的最多 我们赚的最多 行情我来找 你们来赚 我们一起来赚 还有很多 要买底部就要开始买了 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30% 50% 才会容易 技嘉也是啊 你们都看到了 对 做餐烫39% 美食 再注意哦 再注意哦 台光店要注意哦 已经修正差不多了 业绩一月创新高 三月又创新高 这个修正差不多了 有兴趣的台光店也可以注意 对 美食350跌到220 做两段 是不是又是38% 所以你会像买底部 像这种赚大权底部的股票 你要赚个30% 50% 很轻松 我不断的印证给你们看 你看我节目看那么久 你们应该都知道 美食这一次 固定都在走16天18天的周期 两倍周期完了之后再发动 再发动我们 礼拜一 三百三卖出 三百三卖出 这两天整理完之后 今天美食又起来了 今天美食又起来了 创新高347 可是我提醒你哦 不要再一堆啊 不要再去追了哦 这个时间周期已经快要结束了 还想做 等下一波拉回修正之后 再来做 行情是一段一段的 不要每次看到大涨 忍不住就想跳进去 那是坏习惯 趁跌的时候减便宜 涨高就不追了 时间周期差不多 要懂得逢高卖 领和宴专门在研究 时间周期时间密码 所以个股的时间周期 我掌握得住 在时间周期快结束的时候 我会带你上车 你看材料KY也是啊 一千两百六跌到七百七 谁在买 还是我在买啊 没有投顾老师敢账买股票的 大家都只会追强势股 追涨高的股票 只有林雷燕专门找底部的股票买 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三十趴五十趴 才容易嘛对不对 这样是不是又三十八趴了 八百买涨到一千一百一 是不是三十八趴了 又印证到了 代进也代出 1085卖出 最近 材料KY又开始拉回整理了 最近又开始拉回整理了 拉回整理好啊 要注意哦 要注意哦 我给大家看 你看材料KY毛利率 毛利率 从 38% 48 54 66 67 第四季毛利率已经拉高到67%了 每一季 利润都一直在增长 产品毛利一直在增加 你看台积电 台积电已经是最优秀的股票了 对不对 最优秀的公司了 你看他的毛利率 从62 56 54 54 53 毛利率一直在递减 联发科 联发科 毛利率都一直维持在 47% 48% 那比较之下 你就可以很清楚嘛 材料KY 才是最好的 反而台积电 股价 涨了一大波 联发科 股价也涨了一大波 材料KY 反而 毛利率足迹一直在提升 股价反而 在底部 所以比较跨卖 你有知道 很多东西比较之下 你就知道什么是优质的 什么是底部可以进场投资的 涨高不要去追 比较之下你就知道 我今天特别整理了一份表格 你看 我今天特别整理了一份表格 你看 我是盘中印的啦 盘后价格已经有变动了 那当然那个不重要 从最高价的信华 一路下来 我把去年获利写在前面 你可以看到 信华赚26块3000多 世新赚45块3000多 最多涨到4000多 涨到4000多 本比多少 100倍 所以100倍的结果 世新KY最近是不是一路在大跌 对不对 世新KY最近是不是一路在大跌了 本比拉高到100倍之后 开始在一路大跌了 所以你不要去追关 本比拉到那么高 已经炒过头了 就不要再去追了 你看最近 最赚钱当然还是大力光 最赚钱还是大力光 大力光 134块钱 第二名 尾影 68块钱 那股价在2400多 对你看M31 赚12块 赚这么少 股价涨到1000多 所以最近在崩跌啊 最近M31在崩跌 最近M31在崩跌 最近M31一路崩跌 你才赚个12块13块 股价涨到2000 本元比100多倍 所以不要闭着眼睛买股票 增亮你的眼睛 去比较去观察去算去看 所以为什么崩跌成这个样子 知道知道原因了 对你看创意 创意赚26块钱 股价涨到1900 赚26块涨到1900 难怪最近股价从1900一路 掉到是1200 对你看联发科 赚48块钱 价格跟创意26块钱差不多 所以联发科不会下来 创意一路跌 所以比较看看真亮眼睛 不要闭着眼睛买股票 那你看哦 华城赚9块8 今天已经900多 材料ky 赚62块 仅次于大力光跟尾影 那获利排第三名的 股价反的只有900多而已 它今年一股 恐怕会赚到80块钱 所以比较看看之后你就知道 哪些个股 还是在底部相对可以投资空间的 哪些个股涨太高的 你看最离谱就是金利科 亏损的公司 亏损的公司炒到500多 所以到时候主力只要一放手 阿基就怎么捏 你看 环球金 赚十几块也在500多 亏损的也在500多 对不对 金财才赚不到一块钱 也在500多 所以比较完之后 你就知道什么股票是有的 什么股票是安全 这一波涨到2万点 很多股票都炒过头了 你不要再去追那些股票 潜在相当大的危机 比较之下 赚大钱还在底部的 所以材料ky 这个可以注意 环球金买点还没到 当买点到之后 环球金也是值得注意的股票 所以还有很多好公司 还有很多好的机会 你用心去找 找不到找铃银 你看这 荒野大标股这支 也是底部买的啊 当时买的时候也提醒你们了 也跟大家讲过 你看买完之后是不是一路飙了 现在还没走完呢 净值90股价才三十几块钱而已 这些要注意哦 山羊工业 25天的25天 北比目前还在9倍而已 如果时间收集没有错的话 下个礼拜 两三天之内 两三天之内 这应该会有反转讯号出现哦 一旦反转讯号一出现 再来这支股票要注意哦 铃银银都会在行情要发生之前 在行情要发动之前 掌握到资讯 就开始提醒你 等到行情一发动之后 又是一档30% 50%的机会 赢在起跑点 掌握底部的买讯 30% 50%累积获利 不要胡思乱想 520前跟着铃银银一起全力充斥 资讯费是一个便当而已 我带你买底部的股票 搭配政策型的个股 我们的富山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订阅理财说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那有sense了吧 掰掰掰掰